我去乡村兵负侠 我的梦想 歌舞厅里只唱歌 三大馆里就洗澡 果然是梦想 我演的是一个小镇的英雄人物 叫做徐正太 他的帮就叫正太帮 叫做正太帮 就是加入这个帮 一定要多成正太帮 大到城有阳神 小到修灯买菜 然后他有一个死对头 叫做罗力帮 我觉得他非常随和 然后随和之外他其实 因为对于他认识不出 他作家的身份 还有他赛车手的身份 然后他拍到现在拍电影 他第二部长片 其实我觉得他是很随性随和的一个人 但同时他其实很清楚的 对于他自己的目标 对于他自己的电影 就是强化和情绪 我觉得导演就是一个 我觉得他给我感觉 他好像做什么都可以 很成功的 但我觉得他是蛮投入 在于拍电影这些事情 看到他每一个镜头的一些声音 他都要求很严格 但我看到他自己的 他都亲密其别的这些 有啊其实我对于后制就是拍摄 我很喜欢待在现场 就是我喜欢跟随时聊天 我说因为这次他们有一个 红嘛就是可能就叫做基地 后背基地HQ 我们就有空的机具看 你拍的东西 当然我们不会给任何意见 就是说这次当然是 他会出一个专业的在冲作 然后我们有这个演员 可以看得出来导演想要的东西 很欢乐的 现场的拍摄的氛围非常欢乐 因为突然导演有很 因为我们在婷庭这边 白胎里在那边长大 那边有很多人亲戚的 感觉他就回到家 他在那边哽 就是像是一个 国王那种 气氛是很欢乐的 尤其是超哥 他就是一个很欢乐的人 当然他也一定会有 过为人之一面 幸福的一面 但他至少 我感觉他到现场 一下了休息车 他那个状态是希望 把这个行李来好 他对于很多的一些细节 他其实对我来讲 是一个很好的一切 就是我很多没想到 为他想的那种东西 因为这个是 我们很超会 就是在现场的时候 过来的表演 还有镜头 他也有自己 因为他自己不是演的导演 就是拍的时候 有很多 他的一些想法 其实都是很值得 我学习的 我学习的 是哪个角都给你剪的 我第一个 因为我要演他的父亲 应该不会有人怀疑这一点 因为我跟他要演父亲之外 我也想要父亲之外 还要演生力情 我当然对他的理解 除了他的作品 还有他的节目 另外 我想要发觉 他几个点 我自己要欣赏 邓超姐的 我就觉得 红外级上面 就看他 你的角度就觉得 尤其是他的样子 那些角度特别像 那个 木村拓宅 我就说 诶 有没有人说 你长得像木村拓宅的一天 然后他就说 我就笑一笑 有人说过 然后我就说 诶 这个点就是 因为我自己也 以前 我拍第一部 偶像剧就是 爱情白必修计 木村拓宅 也会觉得 所以我就说 我也蛮熟悉 尤其是 超哥嘴唇 你自己也是蛮 很豐满 我跟你嘴唇很香 然后就说 对 我嘴唇 确实是很嫩 那这些都是我们 就是彼此之间拉近的距离的 演员演员 这些拉近距离的一个方式 这是我的方式 然后还有观察他 对的这些 他除了他 随时不时不刻 来看他小孩 然后跟他的家人 一起联系 还有他一起跟他妈妈 这些都是 欣赏他的部分 其实这些都蛮好的 就拍这些戏 也认为是很多 就是明星演员的例外 за 没有 确定了 已经被拍到 了 不能否认 你可以 听不懂 当时又是想到什么那么开心 就那个时候因为 其实说实我也没想过什么特别开心 因为我平常就 其实不是说我平常都是这个样子 是说刚好那天路上没有什么人 我们在周三的地方拍 不是没有时间 因为我拍戏喜欢都是到不同地方 你可以去游走一下 那几天都在拍戏没有时间 然后突然中间有两个小时 放晚饭之间我就 我助理啊 请了三个人他们就去吃饭 去吃海 来周三介绍的海鲜 我还碰到剧组的地方在里面 吃很开心 然后就让我回去拍戏 吃完很棒 就觉得很棒很开心 就说诶 那这周三地方是真好的 然后他们就说你不要乱动 因为那时候我有一些 比较特别的东西 就是装扮是剧中的装扮 他说不能 我会有任何的 我如果这样子或是 做这个都不会有任何的 所以我还在大跑路上面 这样子 然后我的公司人说 小心被车撞 我就不可以 他不可能会撞一种 这个特殊化妆的人 两个月后就被拍 我是强烈怀疑剧组 我就偷拍我 怎么这么巧 就是说那一天 我承认你 后每天所有工作都是这样子 然后你说不是我 雅臣你怎么说就是不戴口罩 那个状态 你说戴口罩 其实我不喜欢戴口罩 因为我平常是戴眼镜 戴口罩会起 那戴口罩有时候就是 因为空气不好 对戴口罩 后来戴口罩 变成说好像去机场的 这个基本配备 大家都戴口罩 所以我刚才有戴 后来发现戴口罩 还是 其实更容易被人 觉得你是什么 后来有个戴 想出来 其实蛮自在的 我觉得还蛮喜欢自在的感觉 走入往光 光景会行 我最近看那个 La La Lam很喜欢 好像说 现在是要拍一个歌 爱情人吗 可以吗 但我唱歌不是特别好 但没有关系可以练 这都是你选择的吗 你可以 你选择拍 做演员 拍的这些戏 然后就把它做好 可是我还不觉得 越幸福 而且 说实话 我觉得做演员 已经非常幸运了 你可以到处拍戏 这些不同的人 学到不同的东西 这个很少职业 有这样的机会 我觉得做演员 是最好的工作 是什么 从来我们不觉得 应该要 抱怨的时候 很累 当然 会有幸福的时候 但 每一部工作都有幸福 那能而远 对啊 就是为了辛苦工作赚了钱 就有机会带家人去旅途 学一些舒服的地方 或者没去过的地方 散散心 我喜欢跟家人在路上 散步的状态 就是可以看到很多 文化的人 建筑啊 路边吃吃一些小店的一些 这跟李老板聊天 可能不要获得英文 跟日文 或是各种意大利文 就是到不同世界去走一走 我觉得这个 是很难对的机会 因为我觉得时间太大了 我永远都在片场拍戏 其实很多时间都在工作 所以如果有时间 我们希望去不同的地方 去给我一些不同的感觉 这个我很珍惜休息的时间 谢谢包园 谢谢 谢谢